這一個地方 後面你就點它一下 表示它的後面有的飛魚 後面的飛魚,對不對 然後它的腳 其實你看那個小雞的話 它腳短短的、粗粗的 是長大之後才生長出來 這個點一點呢 表示這個是 它這個是骨盤 然後大腿骨在這裡 大腿骨的長度不會超過伸 大腿骨大概在這個地方 那麼小腿骨就伸出來了 伸出來了 伸出來 然後呢 持骨 就是我們那個 如果是 以手來說的話 就這一段 這一段它變形了 變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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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後面還有一隻腳 然後 後面還有一隻腳 這個呢 這個就是小雞 那一般呢 一般他們傳統的 畫小雞的時候 還在那個 前額這一段 再點一個紅點 那我問說為什麼點紅點 有些人講不出來 其實是怎麼樣呢 是這個小雞啊 它生下來的時候 會跑來跑去 但是呢 它這個 天庭啊 還沒有合起來 就是這兩邊的毛 還沒有合起來 這露出來的 這裡還有一 它看得到那個頭皮啊 看它頭皮這樣 所以呢 他們往往在這個地方 點一個紅點 知道嗎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有時候啊 他們畫家 那只知其愛不知其 所以人啊 只知其人不知其所以人 我們呢 我們是學自然科學 我們要分析 為什麼這樣 看實際東西 原來是這樣 好 那 尾巴 尾巴你可以用那個 也是 咖啡色再暗一點 用咖啡色暗一點呢 你可以給它 畫一下 讓它有突出來的那種感覺 這樣 那個 那個 其實腳是黑紅的 其實小的時候腳是紅的 不過一般人啊 為了方便啊 就是畫成黑的 那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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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紅的 這樣就好了嘛 所以這個小雞啊 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你看看 平平的 因為你沒有濃淡 對 既然有了濃淡之後 你看這個就立皮起來了 老師我畫的是這樣子 一個圈大圈一個腳圈 這樣子畫 哦 聽了老師畫是分解畫 對分解畫 好 這樣 好 那這樣 大家 可以啊 你回去的話 你再把頭殼的部分 加濃一點 那個 翅膀的地方呢 你就用濃一點 那如果首先把 那個大圈小圈畫 可以 上面再上色就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等一下